欢迎收听科幻未来有声小说 吞噬星空 作者 我吃西红柿 播讲 独家主频 第21集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在这封闭小镇当中各个角落 正在发生着一次次血腥战斗 虽然说这些HG怪兽和准物者失利相近 可是 人类们有一个优势 那就是智慧 而最弱等的HG怪兽 是没什么智慧的 只有一些野兽本能而已 晚上八点左右 在一座六层楼高住宅楼天台上 两道黑影迅速冲伤到一起 一道寒光亮起 罗锋身体半跪平台上 手中血影战刀刀锋上 因有着一丝血迹 而另外一道黑影 则是无力刨飞 摔落天台上 留下雷地血迹 这影猫果然是速度最快一个 HG怪兽而已 速度竟然约有四十米没秒 罗锋起身走过去 地面上这头影猫尸体 全身毛发为灰色 身体也不算大 长度大概半米而已 此时这头影猫腹部 由这条下人伤口 连内部器官都被罗锋之前一道给割开了 对普通的准武者 这影猫的确很有威胁 可是遇到我 可惜了 罗锋摇头 切割下影猫做耳朵 罗锋速度可比影猫快多了 没法子 罗锋其实已经是 中级战士级势力了 而且在中级战士中 罗锋都属于上等 第五个 罗锋将战利品收好 一般能猎杀三头怪兽 几乎能百分百出现 我猎杀了五个 肯定能出现 那么 从现在开始 我就认认真真磨练自己的刀法 身法 之前杀怪兽 是为了攒一点积分 现在积分够了 我现在使用一千公斤全力 速度也使用三十米每秒 开始和这些怪兽们 真正厮杀 之前的罗锋 根本就是欺负怪兽 双方不是一个层次的 而现在 罗锋压制自己的实力 让双方差不多 那才能起到磨练作用 毕竟将来深入危险区一时 总不可能每次都去杀 比自己弱整整一个层次怪兽啊 开始 罗锋站在居民楼天台边缘 缓缓看着下方四周 嗯 第一个 罗锋一眼就看到 斜下方一座三层破败别墅顶端 正有着一头身上有着斑点 全身呈流线型虎傲犬 罗锋立即飞窜下去 而后在天台边缘一个飞跃 直接飞冲过十余米 重重落在那别墅顶层 砸的老板都是猛的一阵 而罗锋在地面上一个打滚 卸去冲击力同时 便直接飞奔杀向虎傲犬 虎傲犬也同样飞扑过来 身上燃油血迹的冷酷青年 手持鬼夜刀 异常嚣张地行走街道上 不知道那罗锋立杀了多少头怪兽了 冷酷青年心中默默道 他正是这一次1680名准武者中 唯一一个实力和罗锋接近 被雷电武馆提前招入的天才高手 万东 虽然这一次一共有三个人 被提前招收 可三个人中 有一个是枪械天才 玩枪械的 身体素质并不算高 罗锋和万东 这才是身体素质相近的天才人物 嗯 万东目光落在远处 直接到人影 正在和两头影猫不断不杀着 两头影猫发吹声声嘶吼 速度快得惊人 凌裂爪子不停抓过去 而那道人影则是灵活的不断避壤 和这两头影猫厮杀 罗锋 杀两头影猫都这么慢 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万东声音响亮 嗤笑着喊道 几乎闪电一般 罗锋手中血影战刀两次突刺 两头影猫直接滚落地上 挣扎两下都不动了 好快啊 万东吓了一跳 心中一个机灵 而且出刀干脆利落 直接刺中影猫要害 万东从罗锋这两次中 才发现罗锋失利不可小觑 很想跟你们多玩一会儿 继续磨练我身法的 不过 那人也太讨厌了 我可不想让他看到我磨练身法和刀法 罗锋看着两头影猫尸体嘀咕道 切割下两头影猫左耳 放入背包中 看都不看万东一眼迅速消失不见了 封闭小镇中 杀戮在不断进行着 有的准武者在和怪兽第一次杀戮中受伤 无奈按动通信手表的按钮求救 无奈选择失败 有的准武者杀死怪兽之后 却被吓得脸色苍白 也有一些厉害准武者 在杀死怪兽之后 反而激动疯狂 兴奋得很 在封闭小镇旁边不远处 一座大型建筑内 大量监控屏幕 放映着小镇中各个区域发生的一切 多么稚嫩的手段 看这些年轻人和怪兽厮杀 我想起当年我们年轻时候来 在这座大楼其中一个房间内 一名军官正和一名魁梧大汉 坐在一起喝酒 旁边墙壁大屏幕上 正不放在小镇中发生的杀戮 魁梧大汉感叹 嗯 看看他们一个个大都二十多岁 正是最年轻时候 也是最稚嫩时候 老王啊 这一转眼 我们兄弟二人岁数都大了 当初我们可也是江南市的新星了 现在你是雷电武馆主管 也算是一方大佬了 呵呵 奈明军官也唏嘘感叹一声 嘿 铁猴子 你不也昏到少将这一步了 魁梧大汉哈哈一笑 嗯 老王 你快看 那军官惊讶看向屏幕 越看越吃惊 在屏幕上 是监视小镇中各处的录像 因为有很多摄像头在拍摄 所以这屏幕上影像也会切换 切换掉了 军官立刻按了旁边固定电话 吩咐道 给我锁定刚才21号视线头拍摄的准务者 锁定他 是 电话中传来铿锁有力声音 魁梧大汉王横疑惑看着自己这位好兄弟 铁猴子 你刚才看到什么了 老王 你等一下就知道了 这军官神迷笑 很快 屏幕上再次出现刚才拍摄影像 只见影像当中正有着五道黑影 不断进攻一名准务者 那五道黑影正是五头HG的影猫 而被进攻的准务者手持六棱盾牌 血影战刀 看起来很是年轻 正是罗锋 诶 魁梧大汉眼睛亮了 怎么样啊 这小伙子厉害吧 这小伙子竟然把这武者施战考核 当做免费的锻炼身法机会了 而且 你看 他这身法了不得呀 军官嘖嘖感叹道 入围棋 就是入围棋 魁梧大汉双目方光 死死盯着那五头影猫怪兽袭击下罗锋 罗锋每次闪躲 移动幅度都不大 而且都是非常巧的 轻易避开眉头影猫袭击 这种闲庭信部的味道 完全征服着两大强者 入围棋身法 就算战将级强者很多都是做不到的 他的身法竟然达到入围棋这个层次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他才十八岁 身法这东西和身体素质不一样 天赋好 身体素质就会很强 可是 身法是必须经历以此次战斗积累经验 有扎实基础 而后才能逐渐宽入围棋的 你怎么知道他十八周岁 你认识他 军官吓了一跳 他叫罗锋 妈的 被极限武馆提前招收了 魁梧大汉哼哼道 这极限武馆也真是走了狗屎 这个罗锋年仅十八周岁 不但身体素质非常好 没有想到他身法更是惊人 入围棋啊 这么年轻 身法就达到了入围棋 将来还了得 须知 战将级强者中 很多人都没有达到入围棋身法 可想而知 身法能够达到这种层次 何等可怕 真正实战 身体素质只是一方面 身法刀法意识 都占据很重要方面 不行 魁梧大汉蒙得一拍桌子 这么个天才 不能被极限武馆抢了去 幸亏我运巧 跟铁猴子你来喝酒 看到这录像了 你打算干嘛呀 军官吓道 干嘛 挖人呢 魁梧大汉一瞪眼 挖他墙角 现在极限武馆 恐怕还没有意识到 这个年轻人身法这么惊人 我先把人挖过来 不就是钱吗 哼 真是运气啊 今年这一波 竟然冒出一个这么厉害小子 跟他一比 那个万东缠了十万八千里去了 军官笑起来 小子 回头你将这一份录像 拷贝分给我 亏我大汉道 行 小事 军官笑着点头 天蒙蒙亮 封闭的怪兽小镇中 一座破败住宅小区当中 罗锋正遭到三头火熬犬 两头影猫 两头铁猫野猪围攻 能引起七头怪兽围攻 罗锋也是耗费了很大力气 才将这些怪兽吸引过来 很好 再来 就是这样 罗锋冷静的 就仿佛在散步一样 十二往左一步 十二往右一步 十二后退 十二前进 十二身体六位扭腰 十二攻身 就这么一些细微动作 就让足足七头怪兽 根本碰不到罗锋身体一死 罗锋眼角于光注意到 身回头虎傲犬飞扑过来 而周围还有其他四头怪兽 同时攻击 根据当前形势 立即脚下一转 身形飘灰动 不好 差一点 罗锋心中无奈 眼看影猫利爪 即将抓到罗锋身上 可诡异的是 罗锋身体硬是横移了五公分 刚好躲过这一桩 传说中的入微极身法 学起来可真难 看起来罗锋刚才避开了所有攻击 可实际上 罗锋自己很清楚 他失败了 因为最后一刻 他通过精神念力 作用在左边六龙盾牌上 产生了一股推力 正因为这凭空一股推力 领罗锋才横移五公分 战斗的时候 身法非常重要 所以罗锋这一夜 几乎都在磨练身法 按照常识 身法训练 首先得有非常扎实基础 一般要十年苦功 而后和怪兽经常厮杀数年 形成各种闪躲意识 渐渐熟练 熟练的极致 就是要做到条件反射式的随手拈来 基础扎实 熟练 随手拈来 这算是身法最初三个层次 在这三个层次之上 就是入微级 入微级代表能对力量 身体 有着极为细微控制 用最小代价 做出最精妙闪避 各种移动闪避 就仿佛经过电脑测算一样 入微级身法之所以难 就是因为小幅度闪躲的时候 一旦出现失误 就很容易被怪兽击中 被怪兽击中 一般非死即伤 入微级身法训练 如果和一些实力比自己弱太多怪兽训练 根本没多少效果 罗锋现在同时遭受七头怪兽袭击 其实它的力量 速度 已经百分百施展 可是七头怪兽围攻 要做到七头怪兽都碰不到自己 难度太高 我现在也算入围棋了吧 我也是用最小移动幅度 来做出精妙闪避 当然有时候会出现误差 罗锋感觉精神上有些疲累 手中一直没有攻击的血影战刀 迅速挥动 顿时一头头怪兽 发出愤怒痛苦嘶吼 五道鲜血 击连喷出 和罗锋厮杀了一会儿的七头怪兽 由五头怪兽当场毙命 另外两头 见势不妙飞逃开去 不管如何 经过这一夜磨练 我的身法 至少比过去强了一两倍了 罗锋露出一次微笑 过去再多练习 又岂能赶上 和怪兽近身厮杀案 而且一般和怪兽厮杀 又岂能比得上 罗锋这样小幅度移动极限训练 只有真正挑战身体极限 才知道自己闪躲极限在哪 这一夜的训练 对罗锋益处非常大 要知道罗锋一对一 是比这H级的虎傲犬 影猫 铁猫野猪抢 一对一罗锋抢 可是 七个怪兽围攻一个 照样是能将人类击杀的 毕竟虽然一拳能够发出 超过3000公斤权力 而怪兽超过2000公斤的撞击力 照样能撞到罗锋吐血 就算是那个同样天才的万东 也不敢这么嚣张训练 否则 一不小心 就被七头怪兽分尸了 可是罗锋敢 因为他有精神念力 一旦躲避失误遇到危险 罗锋可以立即通过精神念力 作用盾牌上 或者血影沾刀上 给自己凭空添加一部力道 让自己借力可以再度横移闪躲 可惜啊 这精神念力 只能作用在没有生命的物体上 一旦靠近人体 就直接钻入体内了 罗锋摇头 精神念力是无法控制人体 动物的 只能控制金属木料等等 不过精神念力 已经给了罗锋非常大惊喜了 至少 他可以做到入微级的躲避 当然是变异的入微级 因为他一旦失误 就要靠精神念力推一把 可躲避能力 是不比正常入微级差的 而且更加诡异 整个小镇忽然响起了一阵阵刺耳声音 同时一道浑厚声音 透过喇叭 响彻整个小镇 时间到 所有准武者 立即到小镇出口处 武者实战考核 结束了 罗锋一笑 以后 我会继续尝试着入微级身法训练 直至有一天 不需要精神念力辅助 身法也能达到入微级 罗锋切割下旁边的五头怪兽左耳 收入背包中 而后迅速朝怪兽小镇大门杆去 各位听众朋友 本期播放完毕 我们下期再见